黄梁一梦 黄梁一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说 人生的荣华富贵 就像梦境一样 那么的短暂而且虚幻 也好像只是一场幻觉 一眨眼就过去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在古代唐朝的时候 大约是公元七世纪时 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 他姓卢 我们就称呼他为卢姓书生吧 这位卢姓书生要上京赶考 在古代的中国 一般的百姓像是农人 做工的工人 做生意的商人 要出人头地 过上好生活是很困难的 通常想翻身 唯一的途径 就是选择去当读书人 也被称为书生 然后去京城 也就是今天说的首都 参加几年举行一次的大考试 叫做科举 如果通过了科举考试 那么这位读书人 就会被赐予官位 从此他就变成了政府官员 也就能过上好生活 地位也就和普通老百姓 天差地别 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许多人挤破了头 也要挤进这道窄门 有些人如果落榜了 没考上 还会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很多年 就算历经多次失败 也要狼狈地继续考下去 不考上绝不罢休 几乎到了有点疯狂的程度 这是因为对很多人 和他们的家庭来说 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一旦能考过科举 从此就能 礼于月龙门光宗耀祖了 因此很多人就算 明明不适合念书 总是考不上 但不论如何 他们还是坚持要考下去 我们今天的主角 如性书生 就是这样的人 他一直梦想着 只要有一天 通过科举考试了 从此 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他就可以高高在上 享受一切荣华富贵了 想当然而 人生也会一帆风顺 顺顺利利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哎呀 要是能让我考上就好了 他总是这么幻想 不过他也是落榜多次的老手 所以才会幼在 前往京城赶考的路上 而且还穿得破破烂烂的 举手投足之间 不自觉就流露出一种 失忆不得志的感觉 这一天 卢姓书生 路过了 邯郸这个地方 在一家旅店里投诉 在店里 遇见了一位姓旅的道士 两个人攀谈了起来 补充一下 道士就是道教中的神职人员 除了进行一般的宗教工作 在古代 有许多道士都会云游四海 到处旅行 寻找不同的修行方式 传说 有些道士会修炼法术 让他们能够做到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 像是呼风唤雨 点时成经 甚至是维持长生不老 很神奇吧 好 那现在回到我们的故事 在和道士聊天的过程 当中 卢姓书生 忍不住 吐起苦水 抱怨自己 真是身不逢时 空有一身 洋溢的才华 可是考试时 都不能受到 主考官的青睐 他觉得自己 真是时运不济 运气太差了 好像人生总是绑手绑脚的 有智男生 说着说着 他忍不住 叹了一口 长长的气 道士说 我看你的样子 也过得不错呀 看起来健健健康康康的 又谈吐得宜 怎么还会有烦恼的事呢 书生说 哎呀 你不懂呀 像我这样的精英分子 当然一定要成大功 立大业 要不是应该发挥武术常财 当个将军 不然就是要辅佐君主 当个大官 在家族中 一定要有着 响亮的名声 在内阁中 一定要有我的 一席之地 成家立业 光宗耀祖 我苦读了那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些呀 你说 要是我现在放手的话 我怎么能甘心呢 恐怕这辈子 都会感到遗憾吧 一口气 说完了他的雄心壮志 书生也有点累了 想休息一下 这时候 店家刚好在一旁 蒸着黄凉饭 道士从他的行囊里 拿出了一个小枕头 给书生 说 你用这个小枕头 整着睡一下觉吧 用了之后 就能如你所愿 得到一身 吃穿不尽的 荣华富贵呢 于是书生就靠着枕头 沉沉睡去 睡着睡着 书生仿佛看到 枕头的边边 有一个小洞 小洞越来越大 里头非常明亮 于是 他就从洞口 钻了进去 居然就发现 自己已经回到了 舒适的家里 过了几个月 也不知道是交了 什么好运 他居然就娶了 附近的大户人家 崔氏家族中的小姐为期 崔小姐美如天仙 个性温柔婉约 又带来许多嫁妆 让她的家境 瞬间好转了起来 第二年 科举考试 她也顺利通过 一举重地 接着下一年 她居然又考上了 进士 从此试图一路 平步青云 观拜宰相 真的当到了 她梦想中的职位 从此 她不但位高权重 而且俸禄丰厚 家里拥有数不清的 良田 宅地 美女 和骏马 但这也为她 招来了 同僚的妒忌 其他的大臣 向皇上敬谗言 说了不少 她的坏话 于是 一夜之间 她就被陷害入狱 所有房产 都被没收 她也从此 被流放到边疆多年 一直到她年纪很大了 皇上才发现 当时的决定 是个错误 于是 召她回来 为她平反冤屈 再度封她为官 从此 她又再度回到 豪舍度日的生活 一直到许多年之后 才在家中老死 这个时候 卢信书生 突然惊醒了过来 她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 揉揉眼睛 发现自己居然还在旅店之中 女性倒是在一旁 笑咪咪的看着她 而店主的黄粮饭都还没有真熟呢 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 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时 我应该是觉得很错愕 不懂为什么 故事莫名其妙就结束了 为什么故事里梦到的那些好事 不能是真的呢 结果让书生醒过来 才发觉是空欢喜一场 但是现在有了一些人生历练 我好像也比较能了解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 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蛮积积盈盈的 为了追求名利 或成功或好的名声 常常一时之间 就忘记了 人生还有其他的部分 只想着 一定要达到目标 一定要突破业绩 这样看来 好像和书生 一定要考上科举的目标 也差别不大 也许作者是想 透过道士的法术 提醒书生 和我们这些读者 不要对生命里的一些小事 太过执着吧 因为谁知道呢 会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 其实也有一位旅店的主人 正在煮着黄粮饭呢 就好像黑客任务 The Matrix 那部电影里演的一样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和收听 欢迎大家留言 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